学生更是流失许多 所以我就立个院 说读经风气要重新启动 要重启读经风气 那么怎么启动读经风气呢 那就是要宣导 为什么要宣导呢 什么叫宣导 就是去宣说去讲宣 宣就是去把它表现出来宣 那么这个导就是引导 其实就是推广的意思 叫推才能广 要的推广 重新宣导重新推广 那怎么宣导推广呢 这个比较笨的方式 或是比较基础的方式 其实也是很有效的方式 就是去演讲 那么演讲呢 就是要肉身去讲 用肉用嘴巴去讲 这种宣导是比较笨的 那当然还有许多的 尤其近代的宣导模式 往往都要用网络 那不过我们 两者都需要 那么现在呢 我还是用 演讲的方式 所以所谓宣导推广 就要到处演讲 我记得 二三十年前 那我去宣导 听众是很多的 那么也说 多到整个会场 都坐不下 不过去年 我回台湾 我说要重启读经缝器 要重新做演讲 那二三十年前呢 是常常有人要请我 请我去 那我都跑不完 因为有些时候啊 这个游戏放假日 比较常安排活动 那有些人都要在等待 不过这一年来啊 很少人要我 这样 那 呃 这个演讲场次啊 啊 不多 不是我不愿意去讲 而是没有人要我去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如果去了呢 呃 大部分都是 呃 十几个 二十几个 能够到五十个就很好了 那听说今天来了将近一百人 所以今天是最特别的日子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这将近一百个朋友啊 呃是呃 是属于哪一种 啊 是属于哪一种 这个 呃 听众 我说哪一种呢 其实是说你是旧听众还是新听众 所谓旧听众是以前听过了 呃 呃也在做 呃做读经的家庭的呢 或是呃去读经班啊 或是学堂啊 或者甚至有的当老师的 就是说你是读经的家长啊 或者读经的老师的 呃 或是已经对读经很了解的 甚至有的人还是帮忙推广的 嗯 也就说你 算作是在读经界吧 如果他是一个界啊 我们不喜欢分界啊 但是说 方便说读经圈子吧 也就懂得读经的了解读经的 还有不大了解的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先请各位啊 呃这个举个手 我看一看 然后等一下有关系到我怎么讲啊 呃 对于比较了解的 嗯 呃 了解的或是已经在实践的 请举手 好 请放下 那么 嗯 完全不了解或是了解一点点 刚刚接触不久的 请举手 哎 不错 好 请放下 嗯 这个我的策略 呃 可能 可能是我的策略奏效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一个星期前啊 我听 我们 呃 李传向老师啊 他说 哎 报名的人还蛮不少的 我说你去检查一下 这些报名的人是你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 如果都是你认识的 那 那这没有什么用 嗯 这样子 那我就说 就着报名这些人啊 你跟他讲 你一定要去 呃 去做什么 去拿 一个人拿两个 那么这样子 拿什么呢 不是拿那个 呃 救人 是拿新人 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一点建议 有效 所以今天 呃 有 至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是 新的 我就非常高兴 更高兴了 呃 为什么会更高兴呢 因为这叫推广 那推了才能广 那 那 我们 很希望 把 读经的教育啊 呃 多多推广出去 那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啊 这有关系到我们今天的演讲主题啊 就是 呃 教育的理想 呃 理想的 教育 那 我们所讲的 是教育问题 啊 第一点 啊 是教育问题 那 来听讲的 我们各位啊 朋友啊 是 呃 应该是 关心教育的人 那 关心教育当然有好多类型啊 啊 一种 呃 最直接的是 呃 对于自己的子女 的教育是关心的 嗯 这个是应该是普天之下的父母 本来都应该关心教育 我说本来的意思啊 啊 就是 照道理是应该的 但是 还是有些人不一定是关心的 那照道理 大部分应该关心的 所以第一 第一种 第二种 啊 如果做老师 你的 你的职业就是教育 所以 照道理是应该关心教育的 这个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 但是 有些老师不一定是关心教育的 嗯 他把教育当作是职业 这样子就不是教育了 一般的职业可以当作职业 就是 我出劳力 我领薪水 但是教育这一种工作啊 是 很不同的 如果把教育当作一个职业 那么这是 呃 一个社会的悲哀 所以 呃 教育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此啊 做教育工作的人 应该 对教育 有深入的认识 对教育有真正的热情 这种关心教育 而不是 只是 呃 付出劳力拿薪水 这样 但是还有第三种人 关心教育的 就是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他子女都长大了 都说他还没有子女 呃 他也不是当老师 嗯 他也不做教学工作 但是 他知道教育这件事情 他一种 叫 정확孩 叫 有失货 有失败 他失败 他失败 包括老师 校长以及做教育的管理教育的官员 那第三种是对于社会 文化关心的人 这三种关心教育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各位师友 应该是属于这三种人其中之一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提出来的 而是我常讲本来就应该去了解的 而且这是人人都了解的 那么既然人人都了解 为什么还要讲呢 我们只是对一些他本来了解 但是他故意装作不了解的人再讲一讲 让他承认他是了解的就好 那如果已经了解的人又知道自己了解 那么就可以不必再商量了 他已经本来就了解 而且知道他了解 我们只是对于本来了解 而不知道自己了解 或是不愿意去承认自己了解 我们只对这些人讲 那么知道他已经了解的人就不必讲 但是有些时候很多这种 已经了解又知道自己了解 而且知道自己了解是对的 很多这样的人却很喜欢 来大家还在一起 来商量这件事情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今天的演讲其实蛮奇怪的 这个题目也蛮奇怪的 如果你听下去更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要测验我演讲成功不成功 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一个方法来 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就是说等一下我所说的 每一句话都是你心里所想的 你以前就这样想的 而且你也知道 你身旁的人也一定这样想的 甚至你有一种恍然之间认为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这样想 如果不这样想就不是人 就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认为是的是的 为什么是呢 因为你也这样想 那这样我们俩 我们就心心相应 但是我们心心相应 是不是就是道理呢 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我们都是 见识很差的人 假如是这样 我们这样子的心心相应 叫做什么呢 叫做航瀉一气 叫做抱团取暖 那这有什么意义 这样更没有意义 是不是 所以 假如我所说的 你赞同 这个赞同的 我刚才说的 恍然之间 还有一种 人还有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很奇特 这个孔子所谓的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 假如你是 成为一个人得者 你会 觉得 你会感受到 整个天下 都是人得的世界 或者说 所有的人 都倾向于人得 所有人都是赞同人得的 所有人 都同样归向人得 不一定要归向你 归向你也可以 这个有得者 他认为 天下所有人 都会归向他 这不是自私的 认为 别人归向他 而是有一种 天变地变 道不变的那种 道的一种体会 他就认为 天下应该是 有道的天下 世界应该是 有道的世界 家庭应该是 有道的家庭 一个国家 应该是 有道的国家 当这样的时候 就是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 那么人有这种能力的 我称为就是 原始智慧 天命智慧性 帅性之为道 道在哪里 什么是道 道就是路 路这个路 就是人生应该走的路 加一个应该两个字 不是人生的路 人生的路有很多 但是人生应该走的路 没有很多 只有一条 所以孔子说 道二 道有两条 一 我们不是刚才说 道有一条 孔子说道有两条 那道二 那哪两条呢 人与不人 而已 道只有两条 这个孔子出选择题啊 我们觉得 选择题我选择看 我蒙 也会蒙对一条 对不对 其实孔子讲的话说 道有两条 一条是人 一条是不人 那结果道有几条 道只有一条 所以孔子很幽默 他会骗人的 你不要被他骗了 一下子他就把你骗过去 让你了解到 原来道只有一条 但是人呢 有这个原始的智慧 这个原始智慧从哪里来 从你率性智慧道 这个你知道道在哪里 去体悟这个道 叫做有智慧 因为道不是现实的 这个财富或是甚至是 名为 财富名为都可以看得见 可以摸得到 可以直接的 用世俗的心感受得到 但是那个道 跟现实的利害 是不同层次的 那是人应该走的路 不是人可以走的路 那么假如是应该才是可以 那可以走的路也是应该 那就是道只有一个 而既然道是从人性出发 你率你的性 你遵循你的性 这就是道了 而性是什么呢 性是天命之为性 是从天所命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所有的人的 真正的人性 基本的人性 内在的人性 超越的人性 它是同意的 都从天地而来 所以既然天命之为性 人性的现实表现 是很多的 人性应该的表现 是只有一条 而你率这个性 就是你的人生之道 那么可见 人性本来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而既然它有这个性 在你生命当中叫性质 这是理 道理 而这个性质必发为性能 这个理必发为心 就叫心极理 理极心 所以默默中 人都已经具备了人性 而且默默中 这个人性都会发出来 默默中发出来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原始的智慧 人一接触到智慧 都有默默中的赞同跟向往 那么 但是为什么人间常常有 这个 不合理的事呢 常常有一些 这个 斗争呢 这个 假如是道只有一条 那么人人都向往一道 那么人人都应该是 相视而笑 默逆于心 应该是如此的 这是何等 美好的人间呢 但是人生就常常有 这不合理的情况 那么不合理的情况 其实人人 也默默之中都知道不合理 自己的不合理 自己都知道 当然别人的不合理 你也可以知道 但是 不一定能够如此 不一定做出来 所以现在就要讲 有原始的智慧 但是这个原始的智慧 还要经过你的 反省 你的 自觉 你的 决心 你决心做什么呢 决心是把它 做出来 这样子 才是一个有道者 那么 这一种 默默中的 反省 自觉 而 立志 而实现 这个好几个关口 那么这个关口 度不过 那么 人虽然有 基本的智慧 原始的智慧 而他也能够发 这个智慧的发 我们也可以称为良知 你称为人 也可以 称为义 也可以 称为 出力 都可以 称为是非之心 也可以 就是良知 人都是有良知的 这个良知 就能够知道 知道什么呢 知道道理 你假如能够 从道理 而去思考 从道理 而去想问题 依理而想 这叫做理想 那么 刚才说 教育是一件 人生的 重要的事 这个 不需要论证了 因为人 从小都 人都是从小长大的 从小长大 我们都要给他 相当的教育 如果是猫跟狗 或是小鸡 小羊 父母 跟他的所谓尊长 他的长辈 给他的教育 是不多的 几乎没有所谓教育 就本能 但是人如果顺着本能 所谓的动物的本能 生物的本能 假如人顺着 生物的本能 而去过生活 那么人 就丧失了人的意义 所以人就是 动物 但是 我们 一般都接受 人的定义 是理性的动物 那么理性的动物 这个理性 就是可以 有合理的性质 又有合理的性能 这个理是从哪里来 理是从天而来 所以 人不只是顺着 他的本能而活动 最主要的人的意义 是能够在本能之上 有一种 合于所谓的道 的一种 主导的能力 主导他整个生命 所以 人之所以 成为人 必须有道 如果人没有道 人就等同于动物 而且 可能比动物还坏 还饿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顺着 他的本能 这个 肚子饿了要吃啊 这个本能最大的 这个表现啊 就是告知所说的 食色性也 要吃 要严返后代 要这个 这两个 食与色 如果不满足 他就是要 要去 斗争 但是呢 他满足了就好了 但是人呢 人也要满足食与色 不过 人满足食与色之外 不同于动物的是 人还有更高的欲望 比动物还更高 他吃饱了 还不算 他还要 拥有很多 他能够 这个 繁衍后代的 还不算 他还要拥有更多 就欲望之无穷 这个 唐君与先生曾经说啊 人的欲望之无穷 也是 人的 无限性 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 好了 那么 他如果 正确的用 真的是合于天道的用 他的生命能够 开展出来 能够大方 坦荡 能够光明 那这样子 生命就 有了 无限的意义 但是他如果把这个无限 追求无限 的这种能力 用来追求现实的无限 贪欲 就贪欲 就实色性也 在这个地方追求无限 那就要 作恶了 就这样 所以人为善 可以比动物 这个 更有价值 人为恶 可以比动物 那么更加的残酷 所以动物不会毁灭世界 那人可以毁灭世界 就是从这些说的 那因此啊 作为一个人 假如 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天理 那就不像一个人 因此啊 我们 希望把我们自己 锻炼成 合于道的人 合于理的人 我们更希望 把我们 这种的理想 能够 传给下一代 这个把你的理想 传给下一代 这件事情 叫做教育 所以 教育 应该是 因理想而做 这里就有一种 这个 有一个 观念会 出现 就是 什么是 教育的理想 你有了 教育的理想以后 你才能够做 理想的教育 就合乎理想的教育 那刚才说 理想 这个理在哪里 理 本来就存在 每一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因此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 你知道的 并不一定清楚 或是并不一定 会承认它 假如承认它 你并不一定 会去实现 会把它实现 你实现的 是不是有力道 真正的去实现 那么这 都是一关一关的 障碍 因此啊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题目 我们要把 这一件事情 讲清楚 什么叫做 理想的教育 那我们 应该不应该 去实现 我们 教育的 理想 或者说 反过来说 我们先要 了解 教育的 理想 我们才能够 去做 理想的教育 那刚才说 教育的 理想 在哪里呢 其实很简单 把人 培养成一个人 就这么简单 这叫 教育 的 理想 那么 依照 道理 而去 思考 教育 依照什么 道理呢 依照 人生的 道理 那么 所以 教育是 开发 人性的 工程 教育是一种 工程 工就是一种 一些工作 程就是要有 程序 就是 一连串的 工作 而且要 按照 一定的 程序 去 把这个 工作 完成 这叫工程 现在我们 一般说 工程 往往都以 这个 建设啊 或是 一些 基本的 工作 一些工作 来说 工程 而教育也是一种 工作啊 但是它是 对生命的工作啊 不是把 一个建筑 一个桥梁的建筑 一个大楼的建筑 它工作 有个程序 我们教育 也是一个工程 我们借用这个工程 工作的程序 所以教育 是一连串 的程序 那么 这一连串 的程序 我们怎么 要 怎么去了解 它呢 那 首先我们要 了解 教育的目的 在哪里 它有个目的 目的就是 要把 人性 尽情的 开发出来 让它成为 一个 真正的人 让它成为 一个 有得者 那么 我们说 有得者 一般人听起来 还算很好 但是内心里面 难免 还有一种 担忧 过爱 这也是今天演讲的主题 我们希望 培养一个孩子 成为一个有得者 我们希望 社会上的人 都成为一个 有得者 我们希望 去交朋友 去交一个 有得者 这个有得者 但是 很多人 就一下就想 有得 那可能不够吧 那会想到什么呢 会想到 有得 有没有财 那我们现在 就要说 我们现在 所说的 有得 这个得 一定是 把玩有财 假如一个 有得者 他这样说 我是一个有得者 我不要有财 我排斥 那一个老师说 我要把我的学生 交成有得者 但是我就 不要教他 成为有财 这样算是有得吗 不算的 所以 我们这个 得的意思 是广义的 是包含一切的 所以这个得 我们也可以说 他得于 天之道 得于天之道 也可以说 得于人性 从人性而得 而人性 所有的 应该有的内涵 都要 开发出来 所以 得 包含财 只要讲得 也就可以了 当 我们说 有得 包含有财 你就比较 不会 担忧了 所以 有一些家长 如果你跟他 讲读经 他就立刻想到 这个有得 有智慧 但他第一个想到 想到一句话 叫做什么 叫做安平乐道 糟糕了 我的孩子将来 一定是穷苦潦倒 马上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安平乐道 不是有道者 一定是贫穷的 贫贱的 不是的 安平乐道就是说 即使在贫贱的时候 他都能够有道 他的道都还在 是讲这个意思 但是一般人 立刻想到 有得者一定被欺负的 有得者一定是 不追求名利的 他一定没有名利的 有得者只是 以德 来 来 为他人生的 一个主轴 他从德这里开出去 开出去的路 是什么路呢 是康庄大道 一定要先 立定 这个观念 这才是真正的 从人性出发 而才能够 说 超越的道理 必定 包含 现实的成就 这一点 我们先 放在心里面 你才不会越听 越感觉到 寒瘦瘦的 怎么 我的孩子将来贫穷了 没饭吃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讲 离 不只是 一个空空的 高悬的 道理 离 一定要贯彻在 世中 理事是 一贯的 这叫天理流行 尤其是 中国儒家 所说的 理 中国儒家 所说的天明之性 率性之道 都是 差畏与现实 是一贯的 内外 是一贯的 也可以说 德 才是一贯的 用儒家的 不是儒家 用 这个 最 严肃的方式讲 就是 内圣外王 是一贯的 那刚才讲一个 刚才 插了一句话说 这个 不是说儒家讲的 因为 内圣外王 这个词语 一般人 也都认为 这是儒家 常常说的 而且儒家 以此来作为 这个 他生命的 标准 作为圣贤之教的 一个主题 叫做 内圣外王 那为什么 我插一句说 不是 不是说儒家 因为 内圣外王 这个词语 最先出现 就是他的典故呢 最先出现的 不是在儒家的书里面 在什么书呢 在庄子 所以 老庄不简单 一般人常常误会老庄 其实老庄就是儒家 一种 向往于高明的儒家 千万不要误会了老庄 老庄只是讲儒家的最高那一部分 而不是说人生只要这样就好了 所以假如不读儒家 没有儒家的修养 而去 这个 遵从道家 那么就会轻飘飘的 就会跑到高山顶上去 去 这个 不食人间烟火了 那么 道家其实不是如此的 道家聪明 他说儒家讲过了 我不讲了 我只讲儒家常常犯的毛病 是讲这个意思 你不够高明 所以专讲高明那一部分 其实儒家哪有不高明呢 真懂儒家 儒家是从基础说起 一直到高明 所以孔子说 知我者其天父 孔子说 有彼父问于我 空空如也 孔子说 一意无言 孔子想要行不言之教 那不言之教是谁说的 老子说的 老子是跟谁说的 跟孔子说的 这里无所谓 我们不要讲那么深 因为 这个讲起来就 跑理主题了 一般人认为 孔子向老子 问道求学 其实 那个老子 或许有 或许有一个人 或许有真人 但是是不是老子 这本书的作者 道德经这本书的作者 这个很难说 所以真正在学术上 来看问题 道家是在儒家之后 反省儒家 你儒家的功夫 用得不够真实 执着 所以执着于你的功夫 这是 有妨碍 这个道德的完成的 所以你真正道德要完成 也就是说你真正要完成圣贤人物 你必须 放下你功夫的执着 所以 所以圣者不可以居圣 圣人自己不能够说自己是圣人 假如圣人自以为是圣人 他就会用他的圣人 用他自己的这一套方式 来 压迫别人 他如果这个圣人又有身份地位 他就会压迫百姓 这是人间的最悲惨的 这个状况 所有人间最大的悲惨 就是 有人自以为他是圣人 这很麻烦的 所以 孔子不敢说他是圣人 这才是真正的圣人 所以 圣人不居圣 才是真正的圣 这正是道家的思想 所以道家专门在这里讲话 大家以为道家高明 当然高明 但是 难道儒家就不高明吗 就是一般学儒家的人 学到执着去了 所以要点化 因此 真正的学术 依照真正的学术的流变 就是哲学史 从哲学史的眼观来看 必定先有儒家 再有道家 要不然道家讲些话 是没有意义 决胜弃智 决人弃义 我不要圣 不要智 不要人 不要义 那么 圣智 仁义是谁说的呢 当然是儒家说的嘛 那么你还没有说 圣人 仁义说 我说 我还没有讲圣人 仁义说 我不要圣 我不要智 有不要人 不要义 这有意义吗 当然没意义 所以如果说道家是在儒家之前 老子是在孔子之前 那么老子讲话就没意义 所以 道家是对儒家的一种反省 这样就有意义了 好嘞 不要讲太多 我就讲到内圣外王之道 随便讲一讲 因为内圣外王这个词语 不是儒家说的 是道家先说的 庄子说的 但是 道家是最懂儒家的人 你要知道 他只是比较聪明 比较浪荡 故意 所以 聪明不够的人 不能读道家 你会被他骗了 你会轻飘飘的 就是道家了 错了 你非得有圣人的功夫 然后你把圣人这些功夫 忘记了 你化掉了 这个地方你才真正成为圣人 这个是老庄专门要讲的 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不要用你的是非 来评判天下的是非 反而你要去 同情天下的是非 但是真正的儒家 既同情天下的是非 而自己心中又有是非 自己现在心中有是非 又同情天下的是非 这是儒家 那么道家叫你说 你都不要有是非 都去顺人家的是非就好了 道家本来就这样讲 那么你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你就变成一个浪荡人 不是吗 好嘞 我们再讲回来 所谓的教育 我们要教导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人 就是把他的人性 尽量地开发 而人性有多少内涵呢 这个要 要再考量一下 那么我说 我又不算要怎么考量 那其实 人人都了解的 这个最基础的方式 就是刚才说的 德才兼变 这就人性的 应该是 至少是比较 比较丰富的 比较完整的 一个内容的 一个内容的 德才 你还能够举出什么吗 那么德才进行部 讲什么呢 讲 这叫 用现在话来讲就是 科学与人文 兼备 这个 这个不是比较完整的 一个学问吗 学问体系吗 好 那么 科学与人文 要兼备 谈何容易呢 德才要兼备 谈何容易呢 但是我们说 至少 你开始教导的时候 要立下这一颗 完整的心灵 注意哦 这个很重要 并不是你 非得要达到 这个目的不可 但是你没有 这样子的向往 你的向往的程度不高 你作为一个父母 你就会障碍孩子 你作为老师 就会障碍学生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 教育的 这个 主持者 你领导国家的教育 你就会 障碍了全国的百姓 所以做教育 都要有 完整的 高明的 一个向往 纵使你做不到 你也要 鼓舞自己 纵使你所教的 下一代 达不到这么完美 但是你要先立下 这个意愿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 首先就立下一个 我们普通人 就做普通人吧 当这样的时候 你生了一个孩子 孩子生在你家 就被你 还没有开始 他还没有开始成长 就被你障碍了 所以 要生孩子 不要 不要太轻易 不要随便 生孩子 如果不懂教育 我劝你不要 生孩子 你生个生命 哪里障碍他 你有罪过 所以所有的职业 都要领证 只有生孩子 这件大事 不要领证 这点奇怪 所以一批 大糊涂 就交出 一批 小糊涂 那天下 就有一塌糊涂 这是我常讲的话 因为你 你不知道 人生的意义 那么你难道不知道吗 等一下会说 其实你是知道的 我从刚才讲到现在 这个应该是 你都会赞同的 以下所讲的 你更会赞同 因为以下是讲的 比较实在的 就是 你 是不是一个人 先要有一个 远大的理想 然后才用你的理想 尽情的 你才能够较尽量 尽量的辅导 你的下一代 让他尽量的 能够完成 能够完成多少 算多少 只要他 受到尽量的教育 尽量合理的教育 他自己 有一个合理的成长 成长到哪里 算到哪里 那每一个人 都达到他最高的成长 每一个家庭 社会每一个地方 都蒸蒸日上 这样子就已经天下 太平了 你还要求什么呢 所以只求 每一个人 尽情的开展 而尽情的开展 必须要有尽情 带他能够尽情开展的人 就是要懂得教育的人 那懂得教育就这么简单 希望他高明而完整 高明完整 德才兼备 这个科技与人文兼备 那再进一步 那再进一步呢 意思是一样 就是知识的学问 跟生命的学问兼备 既要有知识 又要有智慧 这样子这个人生 岂不是更加的完美吗 他岂不是更加的幸福吗 这个都不用推论的 因为这是人人心中的 固有的理想 只要提出来就好了 再重新问起一下就好了 问起了让你觉得 果然如此 说不定你就会更 更加的有力量 好 那如果是 这个更进一步说的呢 要说什么 要说 用哲学的话来讲 要说 这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兼备 都开发出来 其实思辨理性 所开发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说是知识的 是科技的等等 实践理性呢 我们说 所开发出来的 就是属于智慧的 生命的 是属于德性的 心性之学的 正是实践的学问呢 这叫理性 就是康德说的 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 你看叫做理性 合理的性质吗 合理的性能吗 它都合个理啊 那就是 人生的 理想 所在啊 所以我说 或许我们不需要用 这么 这么多的术语 但是 我们说一句 很简单的话 不要你的孩子 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成为有德有才人 总是大家支持的嘛 所以这里不需要讨论 不过现在 我们要说的是 那怎么做 我是有真的有理想 我希望把我之交到 交好 比我更好 达到一个理想 虽然达不到理想 尽情达到理想 好的 那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怎么做 那所以 我们就 讲一种 很 很简单的 当然都可以做到的 而且 几几乎 很容易的 达到刚才所说的 教育的 理想的 成果 而且 不仅是我们 在思考上 能够想得通 现在我们已经 推广了二三十年了 是真的 有这样的成效 所以啊 我们所推广的道理 假如你是一个 原始智慧很高的人 就是说你的心中 默默中就 了解道理 一听就懂 这叫上士 老子说上士 闻道 上士听到道 听到应该怎么做 听到这样子的道理 勤而行之 他立刻非常勤勉的 就实践了 这叫上士 中士 中等的智慧的人 闻道 若存若亡 好像有 好像没有 一方面相信 一方面就怀疑 这样 这个摇摇摆摆 这叫中士 那么下士呢 还有 老子说的 没有智慧的人 闻道 听到 人生应该怎么做 我今天来说 教育应该怎么做 这个讲道理 下士闻道 大笑之 就哈哈大笑 而且不笑 不足以为道 假如这些下士 不笑你啊 你讲了就不知道了 所以 等一下 我看看大家会不会笑 如果大家笑 你看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说道理是 人人都了解的 但是他有许多的 关口障碍你 今天就要打破 这些关口 那 这个关口 打破以后 会到达什么样的 成果出现呢 成效 就是 勤而行之 你真的是 很勤奋勤勉的 去实践 会达到这个效果 为什么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演讲而已啊 讲了只是 大家了解啊 其实 这个了解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我知道了 那知道了 并不一定做 但是 我感受到了 我领悟了 教育这种知道 这种了解 从心灵里面了解出来 这就是 杨敏所说的 自行合一 所以 杨敏说 自行合一 其实最重要的是 自 而不是行 注意哦 一般人认为 行比较重要 杨敏认为 自比较重要 而且 知比较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就知即是行 虽然行即是知 但是 基本上是 知即是行 是比较直接的 行即是知 是不直接的 就行即是知 这是因为 知即是行的 以后那个行 才说行即是知 我这样讲 不知道大家了解没有 因为你如果先讲行 是不行的 你怎么行呢 行是由于你的心 想要去做才叫行吗 不是乱做吗 所以你的心想要做 而去做叫做行 而你的心想要做 这个心不是一般的心 是通于天德的心 是刚才说智慧的心 而你有没有智慧呢 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智慧 原始的智慧 像刚才所说的 你怎么 你怎么希望你的孩子 你怎么希望你的学生 你怎么希望 整个社会的人 整个世界的人 都成为怎样的人 你一定有这个希望的 保证有 每个人都 我果然有 只是不成熟 就是这个有 不够明白 不够清晰 不够强烈 如果明白的 很清晰又强烈 那么你就想 我应该怎么做 至少生日 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的 我的家族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如果有一个公司 我公司的人 应该怎么做 你一定有这样子的热切 想要达成 想要让它实现在 你的生活中 实现在世界上 把天德之道 那个渺渺茫茫 不可捉摸的道 你希望它实现 因为它不是不可捉摸 它在你的内心 是实实在在 明明白白 非做不可 各位 这叫知行合一 所以 杨明说 知一定行 你若不行 你没有做出来 不是你不做 而是你不知 这个讲得好 那我怎么不知 我知道 我就做不到 杨明就讲一句 你没有真知 你知的是假的 各位 一定要这样了解 杨明的思想 一般人就是 我知道 我做不出来 那世界上的人 都很知道 都做不出来 怎么知情会合一 一般人老是想不通 认为杨明说的 只是鼓励我们 只是他一家的思想 其实不是的 你若懂得杨明的知 是真知 你一定发出真心 那说我们如果真知 我们真行 那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良知 那为什么世界还这么乱 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们说就没有 没有真知 那没有真知 这个行啊 就被 实在的社会的一些风气 所沿没了 对个人来讲 你被你的现实的生命 现实的追求 现实的贪欲 你是现实的 爱面子啊 小气啊 等等 这些习性 所沿没 你自己都不安 所以 我们要来一个真知 不说别的 说教育 你对教育要有真知 这个真知 刚才说了 教育的理想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说 我若有理想 我做不到怎么办呢 为什么做不到呢 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现实上有许多的干扰 这里 我就要问 像阳明是叫你 做成圣人吗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就能够做吗 一个有内圣之德的人 他一定开外王吗 那孔子是圣人 那孔子一定是 治国平地下了吗 所以什么叫真行 就是 你去做 但是 你要合理地做 什么叫合理 我们刚才说 道理一定要照顾现实 道理不是空宣的道理 所以 现在 你知道了道理之后 你怎么做 你也要在现实中做 现实中 有许多条件 你要照顾到许多条件 那你说 就是因为那个条件 那我不能做 这样讲也对 但是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尽情地想要去做 假如你尽情地想要去做 有一些条件是可以忽略的 有一些条件是可以冲破的 有一些条件是可以商量的 你有没有尽情地想要去做 你如果听我讲清楚了 我并不期待 家家户都立刻怎么样去教读经 没有这样 但是 只是 想要要求 每一个人 依照自己的 当前的生命状况 你的环境状况 包括家庭社会的状况 你念之在之 你念念不忘 已经就可以了 假如天下人都如此 念念不忘的 想要把他的下一代 培养成堂堂正正的人 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已经是 治国平安下了 问题就是在 还没有 还没有做 就想 困难那么多 那么 还没有做就想 别人都不做 我都没有 为什么要做 这样都是 不合理的思考 所以现在先合理 然后再想怎么做 那怎么做呢 就是 首先依照道理来说 其实才想到现实状况 依照道理来说 我们要懂的几个道理 这个附带的道理 最高的道理是 培养成人 让人性完整的 尽量的 不是 尽量完整的开展 这是 最高的道理 但是你怎么去做 你这个工程怎么设计 这是 次等的道理 次等的道理 是来完成 这个基本的道理 那 至于工作展开 怎么做 工作展开 要注意 三个 问题 成为教育的 三大原则 这如果以前听过我讲 你都应该知道 但是复习一下 知道知道的 透彻不透彻 假如透彻 你就应该 刚才说的 念之在之 非做不可 那么 我们现在说 第一个原则 是教育的时机 教育的时机 依照道理来说 人 受教育 应该是 在他的 生命历程中 受教育 这个叫做 这个教育 的时机 在历程中 而 在这个 人生成长的历程中 最重要的时机 是在 基础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 很大略的分 人生成长的 幼稚期 跟成熟期 其实就是 基础期 跟他的 开展期 而 所谓的基础 是活的 也就是说 基础 打好了 其实就是 扎了根了 就像树木扎根一样 根是会长的 所以 教育 其实很简单 我们教的是生命 既然教的是生命 我们只要把 生命的基础 做好了 把根 扎好了 将来 他就 顺理成长了成长 所以教育 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 教育是一件 很快活的事 很有希望的事 而且我们 所教的孩子 是越长大 越让我们安心的 不过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基础 要做好 那么 就是把握教育的 黄金时机 最重要的时机 这一点要把握 那么第二点 就是 你 你做教育要有内容 教育的内容要把握 你教他什么 教他什么 而可以 真正的把基础打好 教他什么 而可以让他将来 对他将来的发展 有帮助 教他这些东西 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而不要只教 那个 现在好像有 有所成长 但那个成长啊 对将来的成长 并没有什么作用 不要只教这个 这个也要教 他当前要用 但是将来 没有什么用 这个也要教 因为他现在要用 我们要教的是 现在 有用 将来 也有用 用一辈子 甚至是教那个 现在好像没有用 但将来有用 那 现在这段时间很短 我们为了整个他人生 我们宁可教 假如现在没有用 我们也要教 何况现在就有用 要注意这个 假如有这种内容 你就要选择 这也是依照道理来想啊 要有用吗 而且这个用呢 是有大用的 什么叫大用 两面都有用 刚才说的 对于德有用 而对财也有用 所以教一样就得到两样 这种教材实在太好了 你若所选的教材 只有对德有用 那财呢怎么办呢 你会不安 对不对 如果这种内容 只有对财有用 对德没有用 那你就更紧张了 不过 我说你 就是我们各位 会紧张 那么没有来听讲 他才不紧张 有财就得干嘛 对不对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所以有没有一种内容 就教材 让你教了以后 又有德又有财 而且用一辈子 甚至用几辈子 那还得了吗 如果没有 我们是不是要去 要去找一找啊 那如果有 那我们是不是很方便呢 就是我今天要说有 只是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有这么 广大 高明的 作用 今天就讲清楚了 你知道了 领悟了 哦 你就非做不可 怎么还可以教贝德呢 一定要教这个啊 而且教这个以后 贝德都很好做了 就包含贝德了 那这个太 太厉害了吧 是不是 好 你要去追寻 那么第三点呢 哎呦 我们知道了 现在这个时机很重要啊 我们要打基础啊 打好啊 打基础的内容啊 我都知道了 要 这些内容是最好的 最高明的 但是呢 我知道是我知道他 还是他 我要教给他 我要在他生命中起作用啊 就是你怎么教下去 就是这个工程很重要的部分啊 虽然刚才那两种很重要啊 你如果选择的时机不对 你错过时机 告诉你 又不再来 这辈子就几乎放弃了 你选择的内容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高明 没有那么广大 没有那么好的作用 那你教了以后 你是费很多力气 得到效果很少 所以这两种都很重要 但是这两种要产生真正的效果 一定要 我怎么教下去 这叫教法 所以教法 也要把握 所以教育这三个原则 第一个 第一个 实机选对了 第二个 内容选对了 第三个 方法也要对 你才教得下去 当然才能作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 把它 讲清楚 要讲清楚很简单 所以教育本来就很简单 要讲清楚很简单 有些人都知道了 知道了再复习一下 如果不知道的 我们 一讲就懂 好 回头过来讲 实机 天地生 生万物 也生人 我们万物先不说 我们今天关键的是人 尤其今天讲教育 是对人做教育吗 好 我们天地生人 给人呢 一种 成长的 这个 一个历程 生老病死 成长历程 而这个历程呢 在教育的观点来看 有不同的阶段 那么分成基础阶段 跟成熟阶段 而刚才说基础很重要 那基础阶段大概什么 在用什么 这个标准来恒定呢 因为 那我们依照 我们人生的经验 依照 心理学家的 一些理论 我们就定为 十三岁 或是十二岁 反正就是 现在刚好合乎我们的体制教育 小学 以下 那叫基础阶段 所以我常说 把小学教育做好了 教育就没问题 那么小学教育 是已经相当晚了 要把幼稚园教育做好 小学就没问题 那么幼稚园教育也稍晚了 要把婴儿教育做好 幼稚园教育就没问题 那么婴儿教育 最好是提前到胎儿 所以我们提倡胎教 胎教来不及 你零岁到三岁好好教 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 你想一想 你或是你的邻居 或是你用道理想一想 不需要去调查 你用道理想一想 如果一个家庭 生了一个孩子 从生下来开始 一定要到三岁 都教得很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什么叫好 把孩子教得很好 然后他上幼稚园 老师是不是很容易教 是不是 一定的 老师欢迎这种家庭的孩子 既然有一些非常 属于贵族型的幼稚园 听说还要筛选 那么这种家庭的孩子 他才愿意收 可见他好教 好教就两种 一种聪明 一种是安定 安定属于德 聪明属于财 也是德财兼备 大家都喜欢成一个又聪明 又能够平定的孩子 不是笨 而是平和 性情非常平和 端正 性情平和端正 而又聪明绝顶 你看多好 这个幼稚园老师 最喜欢这样的孩子 对不对 几乎就不用教了 随便讲一讲随便教一教就好了 凭什么 凭他三岁之前的家庭教育 各位 各位 你一定 这个不用讲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 谁肯去做呢 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孩子 在三岁之内好好教呢 教得让幼稚园老师 很 就很容易就接上手呢 那 我们说幼稚园 三年 这个幼稚园老师 如果真正的 给予这个孩子 有德有才的教育 也让他 这个 性情平和 人品端正 不要说人品 就是他这个为人很端正 好学 聪明又好学 那这个小学老师 接到手了 那高兴得很 不过现在小学老师 有一点不高兴 这个很怪 怎么不高兴呢 因为他要教的 他都懂了 老师要教的 学生都懂了 老师很气呢 而且不只是老师气呢 我们的教育专家 看起来就出问题了 因为幼稚园 学很好的学生 上了小学一年级 他还是孩子嘛 调皮嘛 然后会说自己 还不能够 还不知道什么 什么是非 所以他就 选择这个 就内心里面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老师教的很无聊 然后这样的东西我都会 所以就厌学 就不想学了 真的小学老师 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教育专家 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说 为什么小学 一二年级的孩子 这个不好学做怪 但有一部分 当然是很 调皮的学生 这个习气不好 有一部分是 因为他聪明 他什么都会了 老师讲的 东西他都懂了 于是他在那里 无聊 无聊就做怪 于是让小学的老师 好教 的 这个 为了这个缘故 他设计一个方法 就叫幼稚园老师 就是不可以把孩子 叫做这么好 对啊 他来小学才会努力 读书啊 懂吗 所以幼稚园 不准教认字 懂吗 那么不准教认字 怎么办 幼稚园不准有书 假如有书 书上只能画画 只能有画 不能有字 幼稚园的墙上 不能够贴标语 不能够有任何的字出现 假如有字 你就犯法 就这样子 这合理吗 各位 我们说理想理想 因你而想 他有依照道理去想事情吗 这怪啊 怪 所以没办法了 本来应该把小学老师 从师范学校就教好 你如果遇到这样的学生 你怎么办 你应该好好的说 我给你另外的功课 你赶快好好的学 出人才啊 现在不是 你们不可以比老师强 你们不可以比这个课本好 是是是是 不要怎么想的 所以怪了 怪了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了解 你如果做教育专家 你如果做教育的官 做官员 应该好好想一想 怎么才出人才 好 所以幼稚圆教好了 小学是很容易的 遇到一个名理的小学老师 让他自己学 一个小学日的孩子 是可以自己学的 告诉你 只要认了字 有人从旁辅导 不要教 这才是最好的教育 所以赶快培养你的孩子 在哪一个年纪 就几岁 能够开始说 我可以自己学习了 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他自己学习 你又有方法辅导他 你又知道他的学习有两种 一种是有德 一种是有才 而且不要只有有才 有些聪明的孩子 被培养成什么 骄傲了 被培养成他 用小聪明了 这也不行 所以小学还要注重得 那么小学教好了 小学这些功课 小学 现在小学生是以他的小学功课的完成 来升上初衷 那我们说小学功课要完成 要六年吗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全世界严重的问题 只有某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的老师 或是家长 他不是逼迫孩子 你一定要比别人强 而是人间 确实有一些 学习比较强的 学习比较强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天生就聪明 一种是他受 刚才我们所说的 恰当的教育 完整而高明的教育 他的学习力也比较强 学习力比较强 小学的功课就不需要六年 要多久呢 依照我的理想 我用道理来想 那确实已经有实践 凡是道理想的很平正的 不是自己 你 刚必自用弄一套 反正这个道理真的是 合乎人性 合乎自然的 这个道理必定是可以实现 那么真的我们 我所介绍的这个教育 真的有人实现了 你也可以实现 就是小学的功课 要多久可以做完 可以让他有资格升上初衷 六个月 你不信 你在学六人 你学六个月 对 为什么呢 他什么时候学呢 这是教育的时机 从教育的时机会牵涉到 你什么时候学这些功课 所以我们推广读经 不只是教你读经 你要注意到目前整个时代 整个世界 他的教育 在教什么 这些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价值 需要不需要学 我们说需要的 如果不需要 全世界人 没有都很笨 笨到那个地步 所以小学的功课是 必要的 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对整个人生 对一辈子 人生一百年 这些功课的价值有多少 你必须用多少的精神 力量生命去学 你要拿捏清楚 你就不会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六个月 那什么时候学呢 依照我的理想 从小学一年级 到小学六年级的上半学期 五年半 都不需要去做功课 但是小学六年级的下半年 用六个月做功课 怎么做 从一年级做起 最难的功课就是数学 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去学小学一年级的数学 要多久 一天 这只是一个举例的 意思也就是说 说 教学的时机 内容跟方法要相配合 那么 我们再回头来讲 刚才只讲一个理论 现在讲时机 教学的时机 时机说越早越好 早到什么时候 刚才说的 胎儿最好 那么胎儿来不及 没关系 人生长远的很 机会很多 老年给很多机会 出生以后 零岁到三岁 把他交好 也就很了不起了 那么三岁来不交好 没关系 幼稚园阶段 或是送去幼稚园 那老师会教 会教得好 或是你自己教 教了什么呢 教了他 能够有德有才 做有德有才的基础 那么上小学 你或是送去学校 那老师懂得怎么教 要不然你就自己教 现在刚好台湾 已经有在家自学 能够自己家里教了 你如果认为差距太原 跟学校教育差距 你的理想跟学校差距太原 或是说 学校的教育差理想差太原 我们这样讲 然后你就想 我要做一个理想的教育 依照我的理想来做教育 那么你就要自己教了 那么现在自己教 现在台湾 或者说整个世界 已经有很多读经的教育 自己教之外 集合起来 成为一个学堂来教 这个是现实上的事 我们在这里不做多讨论 我是这样想 等一下或许有时间 来讨论这个 现实的问题 我现在只讲理论 我知道 很多人 所有人几乎 都关注现实的问题 理想好像我懂了 其实懂得不够清楚 如果你懂得够清楚 现实的问题 你自己会去设计解决 但是一般人总是希望 现实上 举个例子来说 或说我现实有什么困难 能不能 这个个案来解决 像这些都是大家心头 很多的疑问 今天来这里也希望得到解决 所以这个主办单位 刚才跟我说 今天有两个议题 就是两个课程 有两个题目 一个叫做 教育的理想理想教育 所以 休息完以后 又要另外一个题目 叫做如何培养大财 那我就 我就这样说 这个你如果把理想教育 做好了 那大财就培养出来了 所以两个题目是一个题目 所以我只讲一个题目 我现在不是在讲 叫你怎么培养大财 那么所以 我是这样设计 我把理论讲完 然后 留很多时间 给大家问问题 好不好 这样比较切重 因为有人是带着问题来的 他刚才其实都没有在听 说什么时候赶快讲完了 讲完了 我要问问题 因为他都说这个我懂了 其实你懂得不够真 你懂得真自己就会解决问题了 哎呀真的是没办法 所以我要费这么大的劲 要把它讲清楚清楚清楚 其实这个 讲这么多 你说我懂了 确实你懂了 你懂得不够透彻 好的 那么 现在我稍微总结一下 这个理论 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的 很多地方没有讲到 讲个大略 让你兴起一股 哦 果然 必须要这样做 那么你说 我想想想想到 想到后来还有很多问题啊 真正的想要了解的人 你自己就会寻求了解 怎么寻求 第一个自己想一想 我也是自己想的啊 虽然说我自己想 只能说 参向每个字 我那次又想的 不按照 我用这些 想的 有个人的 我没有去学这些理论 我还是认为 我应该也可以想出来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想出来 你如果真正的有热情 对教育有关怀 你一定要么就自己想出来 要么就你自己也会去追寻 追寻别人怎么讲 那么你如果对读经教育 刚才说的这一套 有一种默默中的感受 好像是不错的 好像是很好的 那么你自己就会再去看 曾经讲过的演讲 曾经写过的文章 别人曾经做过的经验 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吗 那么大家当然不愿意用那么多功夫 总是希望有个人 我一问他就给我答 我一问他就给我答 有求必应 大家都喜欢去有求必应的地方 所以假如那个庙门口挂着有求必应 大家都在那拜 就这样 因为有求必应多么简单 对不对 其实到最后还是要自己 还是要靠自己 那今天既然我来了 那今天既然我来了 就给大家机会 给你问问题 我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最主要讲理想的教育 教育的理想 是要介绍读经教育 因为它是从这个理想的教育 这个理想而发出来的 从教育的理想发出来 然后照这样做 应该就比较能够达到理想 就这样 那我就分析教育的三个原则 而从这三个原则来说 一种教育 它称为独性教育 其实应该叫做理想教育 不叫独性教育 讲独性教育 人家会说 你提一套 跟别的教育不一样 跟华德夫不一样 跟蒙特斯特丽不一样 跟什么其他的合作教育 跟全老开发 全人开发 跟那个教育都不一样 跟我们的体制教育不一样 你提独性教育 你是哪一 你是哪一门的 那我来选一选 其实所以我不喜欢提独性教育 我提理想的教育 那大家都是 都要追求吗 所以我刚才所提到 这些所有的教育的 这些提倡者 他有一套讲法 其实他心中都有理想 只是我们就想 那么这个理想有没有 更高更完美 每个人都想要更高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想 有没有客观的 你就想一想 什么叫客观的 什么叫做真正的 就是 我这样做 合物不合物我的智慧 合物不合物自然 方便不方便 简单不简单 有效不有效 而且这个 有效 能不能包含其他的教育 其他的教育是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 某个他心中设想的 一个理想 我们做这种理想 是不是也可以达到 他的理想 这个叫做 融贯的理论 融会贯通 像刚才所说的 体制教育 有没有价值 有 我们要不要学 要 那我们怎么学 我用我的 这个理想来做 我做了以后 那些也包含在其中 而且包含在其中 我可以用更简单 更方便 更省钱 省力的方式 做到 而且做到以后 还做得或许 比他更加的确实 如果这样 你为什么不走 这个理想 那么 蒙台硕利 他有他的特色 你如果做一种 依照你的理想来做 蒙台硕利也有 相当的价值 你要在这个理想做 蒙台硕利还要不要做 或说 他是不是就很简单 可以做 就比如幼稚园的教育 有许多的 这个什么 什么生活角色 什么角 有角落的学习法 那角落的学习法 就让他学习一些 日常的尝试知识 然后让他学习一些技能 这是要学到 日常尝试技能 要不要这么麻烦 设备这么多 要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还是随便做做就会了 如果随便 就做就会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时间 精能力气 是不是 所以融贯很重要 你做一种 就可以放射到其他许多种 涵盖其他许多种 所以高度涵盖低度 核心开发外围 所以我们要把握高度跟核心 那么他更合乎人性 更接近自然 更简单 而效果最大 有没有这种教育 如果有 你为什么不做 如果没有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 问题在这里 现在很少人 想去追求 人家怎么做 我就跟着怎么做好了 整个 台湾的教育 几十年来 将近一百年来 应该是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来 因为我是 这台湾现代化的教育 是 国民党带来的 那我是国民党 在台湾那一年出生的 所以我几岁 就是台湾的 现代化教育几岁 几年 所以我一下就知道七十五年 因为我七十五岁了 那么 这种教育有没有价值 有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国际潮流来的 它遵守国际潮流 刚才讲 国际都这么做了 难道都那么笨吗 所以一定有价值 但是我们要讲一句 有相当的价值 注意问题 它对不对 它 应该对 但是它是不是全部都对 这是一个思考的 方法 思考的能力 一般人就是 它有价值 方法呼呼就去了 它对 呼呼就去了 我们能不能够再提升一下 有价值 是不是全部的价值 最高的价值 最核心的价值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它是对的 那它是不是全部都对呢 要问这个问题 那么 假如对 我们就 应该去 学习 尽量去完成它 但它并没有全部都对 所以我们还要有更进一步的 教育 才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 受到完整的教育 问题在这里 那么 我们所说的 那你说的也是一套 你如果是对 你也没有全部对 你如果是 这个 有价值 难道全部价值都在你那里吗 你可以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并没有 说 大家都听我的话 我只有说 大家都依照 天理来做 那么依照天理来做 你如果依照天理来做 刚好跟我说的一样 所以我并没有叫你听我的话 是你 自己要听我的话的 不管我是 我没有叫你听我的话 谁叫你听你的话 谁叫你听他的话 哪一个人必定有问题 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家听我的话 我只有说 我们来商量看看 我这样讲 是不是你想的 不是说 我这样讲 你同意不同意 我从来不这样讲 我这样讲 是不是你想的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依照一种教育 他把握了实际 好的教材 这个方法又简单 又有效 而且可以包含其他的教育 至少是这种教育做好了 其他教育就很容易 省钱省事 你为什么不做 问题在这里 所以你了解了吗 恐怕你不是完全了解 所以我们把握实际 越早越好 把握教材 它越高明越好 越有涵盖性越好 越有长久的效果越好 那么我们还要强调一点 不是说为将来而已 刚才说的 同时为现在 现在就有效 将来更有效 这样你就安心了吧 有没有这种教材 我们说有 我们说经典 经典现在就有效 只要你的教法对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为什么 对读经有怀疑 你如果跟人家讲读经 立刻就产生一个怀疑 什么时候 小时候 小学以下最好 那么教什么 教经典 一下就吓到了 这么小教这么深的书 是不是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么小应该教 大家知道 要教有意义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么可能 问题在这里 所以教法变成是一个 最大最大的障碍 所以现在我们把教法讲破 就可以了 怎么教法怎么讲破 就是这么小的孩子 为什么不能教生的内容 因为 我们近代一百多年来 差不多一百年了 一百零几年了 受度威教育的影响 受教育心理学 尤其是皮亚杰的教育心理学的影响 皮亚杰是认知心理学的 教育家把认知心理学拿来做 就是以认知为标准 以认知就是以理解为标准 既然以理解为标准 人类的理解能力是慢慢成长的 越小的理解力越低 那么越小理解力越低 你这么小怎么可以教他高生的学问 那我们的方法就行不下去 我们教学法怎么教下去 我们就要另想一套 那么另想一套 是不是就不合的道理 反而合无道理 为什么 因为人类不只是理解力在学习 还有一种是记忆力在学习 记忆力又不只是记忆 如果记忆死记硬背 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记忆力又包含了叫做熏陶的能力 这个酝酿的能力 只有熟悉记忆 它才能够酝酝酿 而酝酿酿是慢慢成熟 尤其是有高度的意义的内容 它必须酝酿 必须去熏习 要经过长期的时间 慢慢成熟 而且是永远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所谓慢慢成熟是 现在就可以成熟 现在所成熟的是 现在所能理解的内容 所能理解的范围 同一个内容 有各种不层次的理解 而现在这么小的孩子 就有他可以应用的部分 他可以理解的部分 所以每一个人理解他的理解 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是 出一套教材 叫你要全部了解 了解到老师要求的程度 那么这么小的孩子 他了解的能力是很少的 小学一年级了解能力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就编小学的 一年级的孩子 六七岁的孩子 可以了解的内容 来让老师教 老师教的时候 你懂不懂啊 百分之八十人都说懂了 这个教育就成功了 不是这样子吗 那么我们现在说教经典 小学一年级读经典 幼稚园读经典 他懂吗 立刻就被问倒了 你就不敢说了 我就敢说 如果是以你的观念 是教授级的懂 他不懂 如果以你自己的懂 我告诉你 你也不懂 他怎么懂 对不对 当然不懂啊 但是不懂就没有用吗 问题在这里 这一点很重要 数学二加位等于多少 你不懂就没有用 你去市场买菜会被骗 那是数学 怎么开飞机 你不懂 你会摔下来 这叫技术 所以凡是属于知识的 属于思考的 属于知识的 通通是懂才有用 而懂必须到某一个年龄 才有懂的能力 但是记忆 不是到懂了才能记忆 酝酿熏陶 不是到懂的时候 才酝酿熏陶 酝酿熏陶是看不见的 考不出来的 这样就考试考得出来的 才叫做教育有效 完了 尤其对基础教育更完了 所以整个基础教育被浪费了 问题在这里 注意哦 这个很严重很严重 所以我们在基础教育的时候 要知道 人从天地而来 在越小的时候 可能他的酝酿能力 他的熏陶的能力更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强到 无所不知 他不需要知道 他不需要讲给你听 他内心里面有感受 这感受在哪里 他说不出来 各位 这是人生的秘密 这是天地的奥妙 都不要能用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浪费了 那怎么让他 能够记忆熏陶酿 让他在整个生命中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 现在就懂他的懂 懂很少 至少到小学 一年级二年级 我们就怀念他懂 懂什么 至少他认知 至少他对于语文的能力 比较强 那么语文 假如你要表现出来 用现在的教材最好 白话 读白话文 做白话文 那么要读白话文 做白话文 你用白话文教他 就很慢 你先 读了经典 把诗书 都读熟了 你认知也认得差不多了 小学的制度都认完了 甚至超过小学 你就能够读书读什么 读白话文 所以我们教会经典 让他自己读白话文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会打算盘呢 所以各位 你不要怕他没有知识 你不要怕他没有学问 你只怕他不好学 你不要怕他不好学 你只要知道 让他认知 一个小孩 都比大人好学 所以 一个孩子要提早认知 什么时候认知 你不要逼不他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让他认知 但是你也不要用很多方法 这样有的人上字卡 或是考试 或是测验 太麻烦了 你就老老实这样的读经 子曰学二十几支 他念多了 很自然会认知 假如说他还不认知 有些人就有十分之一二的孩子 确实念多了也不认知 他看书会念 他答出来这个字什么 不知道 稍微辅导一下 说这个字就这个字 这个就这个 你如果用闪试卡最好 总之 提早认知 提早阅读 提早阅读 提早吸收知识 所有的知识 都自己学习 所以你可以用功课 你可以用跟进法 可以用割制法 跟进法就是 他以读经为主 而家长烦恼 他功课赶不上别人 所以一年级 就让他一面读经 一面做一年级的功课 他如果能够从幼稚园 就开始读经 一年级的功课都会自己做了 他如果从一年级开始读经 一年级上学期读读经 他大概到下学期 就可以自己做功课了 至少到二年级就可以 总之 读经是培养他的 基本能力 他很自然 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能力 他读经为什么认知不知道 那么他读经认知以后 他为什么会读白话文 我们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都讲白话 他读出来的跟他讲话一样 差不多就懂了 而且越懂越深 越懂越深 到最后 那个文章不像讲话 他都懂 人类的理解力 也需要靠年龄 也需要靠累积 他读的书越多 理解力越好 你同意不同意 当然同意 那怎么让他读书读多呢 就是让他认知 教会读书 因为人都有好奇心 人的好奇心 在佛家来看 是四字变充 是会有聪明的障碍的 但是我们儒家不这样认为 我们儒家认为 一个有德者 有才是没关系的 佛家是怕你无德只有才 所以叫做知识障 所以问题 我们希望他是完整的人格 既有德又有才 那么怎么有德 我们如果让他读经 大概圣贤的教化 会有一些熏陶的作用 乃至有很大熏陶作用 何况我们一般教孩子 也会教一些规矩等等 这就不用讲了 只要一个家长 一个老师是正常的 会很注重他的生活 很注重他的品性 那加上的他读经 越长大越了解 那么他将来的德性 比较不用我们烦恼 要不然的话 肚子里面空空如也 等到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就叛逆给你看 所以很严重的 他无德 所以我们德是慢慢的 在内心里面慢慢酝酿 但他的才能 只要露出一点点 就可以自己学习 你看多方便 所以要培养你的孩子 对于知识技能都自己学习 好学 那怎么让他好学 他认知就让他读书 他很喜欢读书 我们读经的孩子 喜欢读书 读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叫守不思卷 古人说的守不思卷 我们现在才知道 果然有 不仅是守不思卷 连真的是废勤忘食 什么叫忘食 一面吃完一面还要看书 这个太夸张了 什么叫废勤 就拿手电筒去面 被别人偷看书 叫他废勤 是真有啊 不是假的 那这么喜欢读书 那么我们学校在推广阅读 其实也是很好的 也有些孩子真的喜欢读书 你可以看得见 但是学校的推广阅读 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 就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老师要他读书 读完了要他写心得报告 那么这个孩子不仅是麻烦 家长都麻烦 很多家长都要替孩子 写心得报告 那么孩子喜欢读书 不喜欢写心得报告 为什么 这是人性 这么小的孩子 好奇心很强 他理解力 有自己的理解力 但是他没有像老师 像家长这么高的理解力 而他要写出来的 新的报告 要给老师看 要给家长看 他内心里面很 很慌张 而且他果然写出来了 老师不满意 家长更不满意 完了 所以读书是变成痛苦 所以他最好 不要给我读书 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很简单 依照人性 他是一个 我们知道他好学 就给他输 只让他看 不必问他懂不懂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你问他懂不懂 他就有压力 那我不问他懂不懂 这个他不懂怎么办呢 就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对不对 大概二十年前 有一位教育部长 他推行阅读教育 我有一次有机会 去教育部见他 那我就说 这个阅读教育很重要 尤其是小学的阅读教育 养成阅读习惯 是终身学习的 一个标志 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非常 佩服 非常赞叹 我们教育部推广阅读教育 而我也在做教育 我做的虽然不是阅读教育 但是 用我的方法所教出来的学生 都很喜欢阅读 阅读不必推广的 那 他就问我说 怎么做 我说 只管让他读 不要问他懂不懂 那这个部长就说 如果不问他懂不懂 他如果不懂怎么办呢 就是老师 不知道他懂不懂 他是读了也不懂 老师也不管 怎么办呢 我说读一本不懂 我们让他读十本 他说读十本也不懂啊 好像对 我说读十本不懂 我们让他读一百本 他是学理工的 他说我告诉你 零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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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加到一百个零还是零 所以读一本不懂 读一百本还是不懂 我就跟他说 如果一百本还读不懂 我们让他读一千本 他就把我赶出来 你走吧 不跟我说话 各位 这就是 现代化的 一个 对话 我代表现代化的对话 什么对话 科技与人文 依照科技 你教电脑 他不懂 你教一百次 还是不懂 你教机器 那你教人 不一样 所以要把教育看成是对人的教育 不是数学 二加二等于是的教育 人的生命是活的 他自然就能够 在很多资料当中 他就能够自己 能够融会 能够贯通 你不要怕生命 我给他都不懂的东西 他将来就完全没有意义 你要知道他会长大 你要知道他生命 自然有一种 天生的一种智慧 不同一机器 何况现在AI 那这个他也是因为 收集很多资料 给他处理资料的方法 那么他也 现在懂得 懂得 让人吓一跳 所以 只要让他阅读 他就有知识 知识量大 我告诉你 学校的功课 讲一句不科技的话 不学也罢 每一个学期 有五六本七八本书 算八本好了 六个学期 六年十二个学期 总共一百来本书 八二十六 百来百来九十六本 一百本书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一百本书 但是 每一本书 总加起来的知识量 并不多 你去图书馆看书 往往都比我们的课本 还要高深 他 有语文的 那 有艺术的 他有历史的 有地理的 有自然的 当然也有思考的 数学的 逻辑的都有 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要看一千本 两本 两千本书 是很容易的 何况 我们也不拒绝 去学功课 只是他的学习能力强了 他学习功课的能力就强 不是吗 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 怎么教育 可以涵盖其他的教育 有一个人跟我说 说了一句 我觉得很有见识的话 他说 照我这样说 我们可以说教育 要教什么 只要他能自己学的 我们就不需要教 我们教他 不能自己学的 但很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他能自己学的 就刚才说的 一切的知识 都可以自己学 什么是不能学的 高度的智慧 那种经典 尤其经典 要在这么小的时候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知道去读经呢 怎么知道读经 要读得很熟呢 怎么知道读经 最好会背呢 所以 这是他不能自己学的 你绑鞋带 是可以自己学的 扣扭扣可以自己学的 削苹果可以自己学的 但是读经不能自己学 你学校的功课 可以自己学的 即使数学也可以自己学的 何况历史地理 当然可以自己学 那些都不需要教 因为他可以自己学 但是你要教的是什么 教他能够自己学习的能力 还要教他人生的智慧 智慧不能自己学 虽然他自己有智慧 但是智慧需要启发 启发 最好是他自己有 肚子里面有东西 有这些经典 一直在酝酿 或者说他有经典做背景 我们要启发他 老师家长要启发他 比较容易 或者说不需要老师 不需要家长 他的见识 可以比老师家长还要高 因为他向往于胜险 这是他自己不能学的 必须我们教给他的 而且越早越好 治愈越早越好 更要交给他 你不要说等到他三四十岁了 像我们现在赞助各位 可能你很用功 到了三四十岁了 才能说 哎呀我好像有些东西没有学 我赶快去学吧 你到这个时候 几乎来不及了 我以前都说 你就来不及了 我现在不敢这样说 说几乎来不及 客气一点 客气一点 其实你就知道 已经来不及了 这辈子完了 真的完了 你最最后一个尾巴还可以 你要成大财 不容易 不容易啊 什么叫大财 荣贯古今 汇通中西 十字挡开 我们不希望每个人都成大财 但是刚才说的 生一个孩子 你不要辜负他 有学生来让你教 你不要浪费他 你就对得起他了 至于谁能成大财 不一定的 也要很多条件 但是一个人先能够 为自己负责 已经了不起了 堂堂正正 他做人 公之后 而博择于人 君子寓一一 是小人寓一地 君子承认之美 不承认之二 做个君子 做个圣不交 败不能 这样子 生活非常畅快 什么畅快 成功也畅快 失败 我不烦恼 你能够培养这种生命吗 这种格调吗 这种格调 在经典中 是一个基本的 做人的道理 连这点都培养不出来 你还做什么教育 各位 但是这种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给他这些东西 他自然生命中会起作用了 而且给这些东西 对于其他的学习 对他头脑的增进 都有好处 对他的学习能力 学习兴趣 都有增长 他又聪明 又有学习能力 又有学习兴趣 你怎么害怕他学不好呢 学不好现代的功课呢 你怕什么呢 所以各位不要怕 你才能够真正的 好好的以读经教育为主 而兼顾其他教育 这个兼顾有两种 我刚才说是根进法 就是他几年级 就让他兼学兼学 他可以学 一种是搁置 先把他搁置 他只要多读课外书 到了真正要学小学功课 他要升初衷了吗 要是学小的功课 你搁置到六年级再说 让他从一年级做起 很快就做完 而且可以顺利升上初衷 而他所读的课外读物 已经比别人多几十倍 他的经典是别人一辈子赶不上的 多余的 所以有人就说 你们孩子去读经 我们孩子上学 我们孩子没有读经 但你们孩子没有上学 谁怕谁 你读经不上学 我上学不读经 谁怕谁 我就跟他说 读经的孩子 没有学学到功课 他将来可以学 将来学得更方便 更简单 你现在去学学到功课 没有读经 告诉你 一辈子不能读经了 没有机会了 这叫做涵盖的教育 高度涵盖低度 低度不能涵盖高度 这叫核心的教育 核心可以开发外回 外围不能够去领悟核心 问题在这里啊 各位 你要懂得这些道理 这些是从道理来讲 而道理必定贯彻在现实中 这才是真正的道理 所以我只要讲说 你尽量 而没有说你一定要 非得做到什么程度不可 你一天能够读五分钟 你就不要只读三分钟 一天能够读一个小时 不要只读半个小时 我并没有规定 我尊重现实 但是你这一颗心 一定要透明清楚 你这个志愿 一定要真实诚恳 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你要懂得这么明白 如果这样 我就不用再宣讲了 你都明白了 而且大家都很明白了 你就可以 也是去劝导你的亲戚啊 朋友啊 这样读经风静 何愁不兴盛呢 我们又没有放弃世界 我们又没有去排斥功课 我们只想做一个更简单的 更容易的 更不花钱的 将来发展更广大的 尤其是德才又兼备的 我们只是这样想 这样想 这是我们的理想 而且理想若做不到 那等于空想 理想必定可以做到 才叫做理想 我今天就把这个理想提出来 而且真正说可以做到 而且告诉你 一定是很好做 你只要做 而且不要求你做到什么效果 只要你尽情地做 这岂不简单吗 各位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是 我是这个拖了半个小时 这样子 我们依照我们的主办单位 我们尊重他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把大财都讲完了 各位 你不要说我没有讲大财 大财非常不要讲 因为讲大财 很多人都会心惊胆战 或是说太过功利 我要还是要成大财 或是说 我们的孩子 舒服人家怎么办 千万千万不要有 这种功利的想法 每个人尽其本分 就可以了 你就对得起 自己 对得起孩子 对得起圣贤 对得起天地 那么休息一下 等一下 要准备问题 等一下你们要问 就错过时机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